纯凶大火剧烈燃烧 火蛇迅速席卷四周 飘出阵阵次比的浓烟 美国纽约州与纽泽西交界的詹宁斯西 油火火势迅速蔓延 吞噬了曼哈顿的鹦鹉德山公园 这场大火不但夺走了一名纽约公园 志工的性命 也让当地居民面临无家可归的困境 也看高达5000亩林地惨遭恶火吞噬 纽约州州长侯可颁布了全州范围的禁止燃烧令 从13号起至30号禁止民众进行任何行事的户外焚烧 侯可认为这场野火是当地近16年来最严重的灾情 目前纽约与纽泽西州都持续派出大批人力 并且出动直升机向受灾区投放数百加仑的水 同时纽约部分地区都已经发布了空污警告 希望能将损害降至最低 3D星期视频报道